台中东兴市场大火铁皮摊位 全面燃烧 火势蒙烈还迅速延烧没多久 整条街都陷入火海 下方弟兄布水线灌旧 但火真的太大 整条市场六米街几乎都遭受波及 一度还传出有人受困 市场一家人大家都熟 其他摊贩赶紧打电话确认 幸好水果摊的老板娘 有先被热心民众救出来 事发在9号晚上10点半左右 台中东兴市场六米街不明原因 摊位突然冒火 接着开始延烧 而这场火警也造成两人清伤送医 隔天一早原本要开市 因为火灾不少摊位都烧毁 现场围起了封锁线 摊贩也只能暂停营业 不是10点半星座 有名叫烧焦味 还有鹅仔煎摊的老板娘 火灾发生时急着逃命不慎跌倒 幸好有防火象 让他惊险躲过一劫 这炮灾我有摆倒了 因为我这里膝盖有架梯 我没办法抢 还没办法 火苗一直在那边在扑 警方补充 调月市场附近的监视器 目前还没有发现 可依人事进出 灯火掉厘清起火原因 不过果烧市场 也让摊贩损失惨重 TV新闻苏台 李承佑鲁兴 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